2号上午的9点左右 有民众发现就苏花公路和和平路段 有机车倒卧在悬崖边 随即打电话报案 而经销道场了解后发现 一名24岁流姓男子 衰落约60公尺高的边坡 造成了头部重创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经过警方初步了解 流姓男子为海军陆战队66旅现役事官 疑似疲劳驾驶才会致壮酿货 一辆机车卡在悬崖边 搜救人员绑上绳子 一点一点将车拉回路面 接着下方队在更深5到60公尺下的山坡 还发现男骑士 救难人员出动空中吊挂将人拉起 这才发现他早已没了生命迹象 事发现场水泥蹲破裂 栏杆凹陷 机车整个被抛飞在护栏外 可见当时车祸冲击力有多大 有民众在2号早上看到这惊悚的画面 赶紧报警 现场凌乱不堪 歧视物品散落一地 警方透过他的证件这才发现 死者流姓男子是一名现役士官 目前服役于桃园龟山海军陆战队66旅 1号晚间6点时 七星潭附近的监视器捕捉到他最后的身影 没想到过了一天2号早上9点 在23公里的台九县就发现他残破的车以及遗体 警方怀疑是要赶回龟山桃园的营区才疲劳驾驶 酿成这起悲剧 经由和平、易销以及锦销 还有我们空拍机搜寻定位到患者 本局救援通人 随后就使用绳索器材搭配我们的救助器材车 将患者打包上拉 那患者是头部有外伤明显死亡 家人表示平常闲少跟死者联络 没想到再听到却是传来死亡2号 让他们心碎不已 记者王静怡、徐立琴、花莲报导 我会记者王静怡、徐立琴、花莲报导 我会记者王静怡、徐立琴、花莲报导